一晚要炸台幣1.7万的游轮 珊瑚冒险号 今天上午停靠花莲港 75名的游客也接受了花莲原住民的舞蹈迎接 原住民在歌在舞迎接远赴而来的贵宾 澳洲旅客也跟着节奏拍手点头合影留念 他们搭乘的游轮来头可不小 珊瑚冒险家号 一辆白色基底电蓝色花纹点缀 重达5000吨 珠一晚要新台币1.7万以上要价不菲 75名旅客在基隆港上船首站来到花莲 飽览泰鲁格山水美景 冒险号预计25号下午离开台湾前往菲律宾 花莲港公司表示这艘冒险家号 是今年3月国际邮轮复航后的第6艘邮轮 周末还会迎来今年的最后一批旅客 已经有11705人次抵达花莲港 10月29号呢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罗威宝10号 预计带来2200人的旅客 将会是我们花莲港 今年最后一艘的国际邮轮 花莲港公司估计今年邮轮 带来了将近1.2万人次到港旅游 而明年会迎接11艘邮轮 并视情况陆续增加 期望为花莲带来更多商机 记得陈基岩欢迎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